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生的功夫跟十八班的武艺 那我只好这个实际硬背加入再加小超 把他这真的是毕生功力的一点点薪水能够记下来 所以我们就出发了 到了罗马 到了意大利之后呢 我们第一站从机场到旅舍的中间 我们就发生了一个小车祸 那我跟Sandra所坐的车呢 被后面的车追撞 虽然人都没有受伤 但是呢那时候就总觉得 上帝给我们的第一个sign好像不是太好 那我们第一场音乐会是在罗马一个非常漂亮的教会 但是呢这教会呢里面呢贴满了罗马瓷砖 那当时我一看心就凉了一半 那我们在练习的时候 怎么样这声音怎么调 都会有一些问题 都会有一些必备 那当时我们团队所能做的事情就是 祷告 祷告 再祷告 后来呢音乐会一开始人进来之后呢 说也奇怪 当时在练习时候所发生的一些状况跟必备 就完全不见了 然后呢整场音乐会从头到尾 真的是出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好 那第一场音乐会就这样顺利的结束 到第二场第三场 每一场都非常的顺利 后来我们在英国有一位姐妹叫做Wendy 她如同天使班加入了我们的团队 那我们后来的音响就 这操纵方面真的更是渐入佳境 整个九场音乐会结束之后呢 我们每一场都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好 而且都没有发生任何状况 所以从这一次的旅程里面 我再一次经历到 只要我们能够凭着信心 祷告和顺服 那神会加给我们的这个祝福 跟祂的应许和作为 绝对会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 谢谢大家 愿神祝福大家